巨大的芒芒 有可能这是一个什么青麦 其实蹲坑更加健康 这就是夜晚的青麦 这就是本地人的菜市场 来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然后价格怎么样 这边应该是非常接地气了 因为我看都是本地人居多 饭是50泰铢都是泰铢 确实比外面比较便宜 外面平均是80以上吧 这边都是55泰铢 价格比较亲民 所以这种本地的市场 基本上是不会载客的 所以要体会当地人文风情的 就得来这种当地的气势 也是有吃的啊 后面有买一些厨师的 不过确实虽然电路上开着还是很热啊 猛的一看 其实跟我们国内的菜市场差不多 只不过是这边的语言不一样而已 买的东西略微有差别而已 衣服和这些包包饰品 我怀疑是不是都从义务性获得 又是泰铢 又是 这到头了这就是 刚才买了两袋水果 然后一袋西瓜 一袋这个 这什么木瓜吗啥 我也不知道什么水果 没带二十泰铢 这里面市场价格就是比外面要更划算一点 点了一个虾肉炒果条 然后七十泰铢 如果你是鸡肉炒果条的话 是六十泰铢 这个价格是比外面还要少实惠一点的 而且东西要多一点啊 不知道好不好吃 一袋有没有发过披萨铢来做啊 也可以啊 现在是泰国的剧组 正在拍摄广告呢 演员正在炮装当中 很多的大型商场到现在 还是在用坐遍的马桶 这个我是非常不理解的 甚至还是什么 你坐下马桶就算了 旁边还用一个脚踩的垃圾楼 那你是到时候扔纸的时候也不方便 然后你坐的时候你还要可能要电池 又浪费纸又不干净 而且还浪费时间 哎呀这个是我一直没想通的 特别是男厕所啊 女厕所我不知道 但是男厕所我觉得真的是不应该 而且自古以来几百万年 人都是习惯蹲着上厕所的 你非要改变非要坐着上厕所 其实这也是违反这个自然规律的 其实蹲坑更加健康 商场里面现在在搞什么活动呢 不知道 但是很多人在拍 有可能这是一个什么明星吧 当地的明星 但是我不认识也不感冒 这一排的人都在看啊 刚才还竟然有中国啊 千年小小看这个明星啊 穿什么淡蓝色衣服那个啊 这是明星啊 好多人说他在泰国很有名 发现了这个非常巨大的芒果 非常的新鲜 非常的巨大 然后各种的珍珠啊 应该是水果珍珠奶茶的这样子 现在站在三阳中心的这个天台上面 可以看到对面非常壮观的高楼大厦 那个就是像素大厦了 应该也是最高楼之一吧 上面有可以登顶可以看到整个曼谷的美景 你可以尽收眼底 下面的高速路 和庸主的车辆 其实这段时间在曼谷 专了很多地方 我能够深深的感受到欧美文化的强大 不管你是到非常豪华的一些商场 还是去看泰拳 然后还是去吃海鲜自助 都能看到 到处都是欧美的一些广告 然后还有就是 那个标题啊 都是一些英文字母 然后听到的歌 放到音乐 都是欧美的音乐 然后却是老外 到处都是老外 然后不光是我住的那个亲旅 整个全都是老外 嗯 吃饭的地方也是老外 商场也是老外 走到路上到处是老外 这个老外的秘密程度是非常大的 不知道他这是为了迎合欧美的这些游客呢 还是他真的是非常的崇拜欧美文化 然后在商场的最豪华的地段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是欧美的一些奢侈品牌 啊 路易卫登呀 卡迪呀 哭气呀 啊 苹果呀 是吧 到处都是 啊 英文牌子的 这些 这品牌 这边就感觉是 除了 泰文 就是英文 啊 然后 少部分地方可以看到一些中文 嗯 甚至有些地方 英文 出现的频率 比泰文还要高 啊 比如这样子的 好花商场里面就是 能看到到处都是英文啊 到处品牌都是英文品牌 所以说我真的深感到 这边这边人这个 可能是对欧美的这个 品牌的啊 非常的青睐啊 而且电影我看 也都是 很多欧美大片在播放 嗯 听着歌啊 我去坐那个 出租车呀 包括一些 咖啡馆呀 播放的音乐 也都是欧美的歌曲 啊 包括一些 前面那个 火星歌嘛 也是在曼谷开演唱会嘛 但是这火星歌 为啥好像没有在我们国家 开演唱会啊 这很奇怪 我们国家那么大的 这个 他的粉丝技术 那么大的市场 是吧 所以很多事情 啊 有些可能不明白啊 有些可能不能说啊 其实 母歌正在办了一个活动 然后 讲解员现在讲解 真的非常好 但是我听不懂啊 非常专业啊 满足大餐完全在一起 在韩国上班提侦啊 通过联络了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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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单手 拜一下这个寺庙 比如路人 你要过马路的时候 然后车呢 也会稍微让一下 信任 然后信任会鞠躬啊 就像日本和韩国那种感觉 会鞠躬 然后司机呢 也会点着头 啊 嗯 说 喀喷喀 啊 这个意思 就感谢的意思吧 应该是啊 啊 整个气氛啊 整个人的心态 嗯 都是比较平和的 所以说 嗯 也是很有礼貌的一个 国家吧 从曼谷到青迈坐飞机 要到 呃 老曼的T2航站楼 来吃鸡啊 他这个吃鸡的位置也比较奇怪 然后 我是 从下面 上到三楼 嗯 他这个吃鸡的位置在三楼 然后来吃鸡 吃完鸡呢 他给了一个 这个 这个 乘机的这个牌啊 太薄了 就一张纸 嗯 跟我们国内的那个 登机牌比 真的是 感觉非常廉价的感觉啊 非常的轻薄 那刚才那边的 吃鸡的小姐姐还问我 啊 如果坐到前面的话 还要加350泰铢 这也是我弟子听说啊 当然我没有加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啊 坐前面后面都是一样的啊 为什么还要加350泰铢呢 安检完了之后 进来这里面有很多 小吃店啊 面包店 汉堡店 然后前面还有咖啡 然后还有711便宜店 里面也有那种熟食 加热一下就能吃的 面包饮料都可以 但是安检的时候 你的发胶啊 你的春净水是带不进来的啊 哪怕你那个发胶里面就只剩一点点了 它也不然你带进来 所以说你安检完了 只能在这里面自己买 担心等会晕机 所以说现在711买点东西吃 再买了一个下人炒饭 然后一个蒸蛋 然后一个面包 然后一个糖果 一个闲价股市 增工市花了190多泰铢 然后 现在在这个后继大厅里 讲究了 现在吃一顿饭 到了青麦的这个机场出来了 从曼谷到青麦很快嘛 也就一个小时就到了 而且这个机场非常的小 只有这么起个门 这就是夜晚的青麦 给我的感觉 第一印象就是 特别像一个非常大的 度假村的感觉 没有高楼大厦 然后有产名鸟叫 然后这个车速也比较慢 车辆也比较少 这边的空气要比曼谷 比较干净一点 在青麦古村啊 逛街的时候 还遇到了咱们兰州拉面 然后呢 价格和国内差不多 我看也是150泰铢 180泰铢 200泰铢 这样子 就是三四十块钱啊 这个酒店好像有五层 我住在四楼啊 然后住在第四这个夏铺 但是我好像感觉这个民宿里面 只有我和那个前来小哥啊 是住在这个房间 这个楼层楼层里面的 感觉整个楼都没有别人在住 所以这是比较诡异的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这个整个楼都非常安静 所以确实是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啊 嗯 这个民宿里面一共有三张双人床 就是可以有六个位置啊 这是一些房型里的一些柜子地方 按道理来说 青麦这个期间应该也是旅游旺季吧 四月初 但是整个民宿间空无一人 只有我和那个前来小哥 这就有点奇怪了 所以想到这一点还是有点害怕的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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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